欢迎收看大人哥玩股 美国联准会FED转趋鹰派 美股重挫台股更迭 但是到底购债减码升息跟缩表 各自代表什么意思呢 对股市又会造成什么影响 大人哥 陈坤仁分析师要来告诉你 股市将由资金行情转为是景气复苏的 投资价值行情 还有五档获利成长股 请赶快跟着大人哥逢低布局 同时也邀请你加入萤幕上面 大人哥的Liat跟Teregram 大人哥在今天节目当中 还有独家的好康用送给你 千万不要错过了 当然人哥有很多的标股 也都在他的Liat跟Teregram当中 非常欢迎大家赶快来加入 我们赶快来欢迎大人哥 人哥你好 思维好 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主题 五档获利成长股 即将价值不限 陈坤仁分析师告诉你 有请人哥 好的 因为其实最近 大家应该还是在蔓延 在上个星期 就是所谓的FED 不但要提前升息 而且他还加注了一个说 他要学来就是说 所谓的说表的这样一个动作了 那就带来了美股跟台股的 一个短线上面的一个修正 我还在惊吓的情绪当中 我相信应该蛮多的投资朋友 现在目前都还是这样一个看法 可是其实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说 说明的是 其实这些相关的动作 都是FED在去做一个精准的控盘 因为大家不断听到所谓的音浪 或者是转音的这样一个说法 感觉对股市都不好不是吗 音派不是对股市不好吗 对啊 可是问题是 其实FED这件事情来说的话 他只是在提前预告市场 提前告诉我们投资人 他准备要怎么做 所以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 其实在去年的时候啊 我们就已经跟大家提醒到了 就是资金行情已经不在了 那接下来会会转为是景气复苏 带来的投资价值的行情 所以比方说在去年的时候 如果大家还记得 在第一次说要去做 所谓的购债减码的时候 那时候的行情 要是先跌给你看 美股也好 台股也好 都是先跌之后呢 怎么莫名其妙又在创历史新高了 有 我记得 尤其是美股很夸张 对 然后再来的话是说 要升息了 结果说要升息的时候 先跌给你看 然后跌完之后呢 怎么莫名其妙又创新高了 好像含羞吵了 刺一下就轮捷 刺一下就轮捷 有这种感觉 然后再来的话是说 市场上面已经渐渐不断知道 不但知道说要升息 而且已经有一个共识 叫做是今年三月 就很有可能去做第一次的升息 结果呢 我们在开2022年的时候啊 美股创历史新高 台股也创历史新高 那当然在创下历史新高的时候 我们看到FED的利益纪要 他把这个缩表这个议题 把它抛出来了 结果带来了美股的一个修正 跟台股的一个修正 可是呢 这其实都是一个FED 在做精准控盘的这个过程 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 他现在目前的步调 叫做先购债 减码 然后再去做升息 再去做所谓的缩表 这是一步一步 然后按着他们一个预期 按着他们一个政策的指示 来去做这样一个调控的 所以购债减码 会在去年2021年的11月 已经正式启动了 然后每个月的购债规模 会缩减150亿美元 这是已经现在进行式的 现在进行式 正在做的 是的 而且他12月的时候还有加速 因为真的是景气太好了 所以会在今年2022年的3月 来去做结束 那结束之后的话 就会随即展开 所谓的升息的循环 那预计来说的话 是在3月开始去做升息 而且几率 现在目前从所谓的FED点证图也好 或者像是FED一般的所谓的美股 有利益期货来说也都好 这个升息的几率已经超过60%了 所以这就要是市场共识了 然后结果没想到所谓的缩表又来了 那什么叫缩表呢 其实是FED要缩减他的资产扶债表 那他会把他的持有的债券的部位 因为他之前再去做购债嘛 那持有债券到期之后的话 就不会再去做另外的投资 胜货是说 他会去做所谓的部位 卖出债券部位这样的抛手的动作 卖出债券可以收回现金 那会收回资金来说的话 其实就是他一连串的这些相关的货币收紧 紧缩这样的政策 那不过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情 就是说其实FED目前持有的债券部位 有大约2.5兆美元的美国的国债 还有呢有1.8兆美元左右的 这个不动产的抵押债券 那这不动产抵押债券 其实用信托的方式 去跟相关的房地产去做连结的 所以如果他真的做一个 抛售这个不动产抵押债券 就是MBS这个动作来说的话 其实他也有一个做法 就是说当他在抛售债券部位 其实也兼顾了打房子这样的效果 所以他其实一歼二雇 我觉得是一个很棒很棒的这个策略 我也希望在台湾人人都可以买得起房子 可是问题是现在这个时间点的话 美国的房价也高 台湾房价也高啊 所以他用这样的一个缩表的方式 其实他也可以做到一部分的 一个打压房价这样的效果 尤其是现在目前的拜登的政府 他已经算是一个民调 稍微比较低落了 所以怎么样联准会 也要帮忙配合一下演出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还蛮正常的一个过程的 好那你知道每一次的升息 事实上呢会对股市 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吗 鹰派一定就是代表股市会即将下跌吗 我们接下来人哥呢 要从历史性的循环当中 来帮大家做说明 首先先来看到的是2004年 有请人哥 那因为其实在过去的 这大概20年来的历史当中的话 其实我们经历过了两次 比较明显的升息的循环 那一次的话是在2004年的6月 然后另外一次的话是在2015年 那我们先来看第一次 就是2004年的6月的 这一次升息循环的过程 那我们这张表是红色的部分的话 是我们的台股价权指数 然后蓝色的那个线型来说的话 它就是FED的利率的会议 FED的利率的部分 那我们可以看到在2004年的6月 就是我中间把它圈起来 那个部分啊 它就开始去做一个升息 它在2004年6月去做升息一码 然后渐进式的调高调高调高利率 那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在所谓的FED的升息之前呢 其实台股确实是有一部分的一个拉回 它的指数 我们指数是从大概7000点 然后拉回到大概6000点附近 那这个是在升息之前 所发生的事情 市场确实是因为收缩资金的预期 而有一些预先的这样一个调整的过程 可没想到 当真正的所谓的升息循环开始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利率在做提升的过程 而且伴随着叫做大盘将军指数 竟然也在走一个所谓的走升的过程 这应该是很多人不知道的一个历史 那我们再看一下下一个投影片 因为其实2004年的升息循环 它从2004年6月一直到2007年的附近 到指数到 就是到那个所谓的利率 到一个相对的高涨区 那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情 从2004年6月的指数是6000点的位置 然后到了2007年的10月 大盘的一个高点竟然来到了9859 也就表示说 其实在升息的过程之中 伴随着叫做是景气的一个复苏 那当然自然而然会伴随着 所谓的指数的一个扬升的过程 那这件事情的话 其实我们现在目前为止 即将要能够来去多看到 因为3月如果市场上面共识 叫做是要展开升息的话 那接下来一个指数 就会走向一个所谓的 投资价值浮现的一个过程了 OK 好 但历史呢不是只有验证一次而已 2004年是这样子 那2015年的时候发生什么事呢 仁哥替我们来做解析 好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2015年的12月 再次启动所谓的升息循环 那这一次来说的话 在那个2015年的12月 那FED再次去做升息一码的这样的动作 那这一次升息的过程之中 我们会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在台股的部分 怎么已经预先在10月的时候 就已经先去做反应了 因为在10月份的时候已经先跌给你看了 因为市场上面已经有提前的预期 那市场上面已经先去做一个这个政策的一个调控之前的一个 资金的一个调整的过程 所以反而在所谓的真正升息一码这个时间点来说的话 台股又展开了另外一波的反攻的行情 所以这次的行情来说的话是我们可以看到下一个头影片 在2015年的升息循环 台股从2015年的12月 那时候的指数位置大概在8500点左右 然后一路涨到了2018年的1月 那指数那时候就破了万点到11270点这个位置 红色的那一条线是台股的指数 对那蓝色的线的话是美国的利率 美国的基准利率 那顺便补充一下 黄色的部分的话是美国的NASDAQ指数 NASDAQ指数也跟着创新高 是的那我就这样讲好了 因为其实在美股在走洋的过程之中的话 会带动台股的一个走洋 那其实美国的NASDAQ指数跟台股的指数来说的话 其实是相关联动性是最高的 所以其实是NASDAQ指数带着台股往上走的这样子一个方向 好另外呢要请大家特别留意哦 事实上呢上一次的缩表也是史上唯一一次的缩表呢 人跟牙来替我们做解析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我们目前唯一史上的一次缩表 是在2015年的那一次升息之后伴随的缩表 那为什么会有缩表主要原因 还是因为那个所谓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 有去做购债的这个动作 那购债完毕之后自然要把所谓的战券去做抛售 甚至说缩减资产负债表这样的动作 所以在2017年的10月 FED他说他要启动缩表 那如果我们从那一次的历史来看的话 他其实是在2015年的升息之后 然后到2017年才去做所谓的启动缩表 那如果从那一次来看的话 其实已经是指数已经涨到一个相对高涨区了 所以那一次的缩表的这样一个过程来说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指数 他依然维持着这一个相对的高涨的震荡 然后当然虽然好像看起来指数没有再创新高啊 可是其实每一次的拉回过程之中 都带来一个不错的进场点 对 而且都是怎么讲下跌有支撑 而且在一个非常规律的区间 来做一个上下的整理 那没错 那因为其实那个时间点 或者说我们现在目前所在的位置来说的话 也都面临着一个相同的一个看法 就是说呢去年的就是2021年也好 或者2016年也好 在所谓的企业的获利都来到一个相对的高档区了 那2017年甚或是说我们的2022年 都会维持在一个 那那个高档附近去做震荡的一个企业获利 当然大家会觉得说 那今年的获利是不是能够再续创新高 当然还是有很多的公司能够续创新高 可是呢如果是没有续创新高的公司的话 大家就会去做一个严格的检视 所以为什么我要说从今年开始 请大家特别留意一下 今年会是走一个投资价值浮现的行情 所以今年来说的话 你必须要看到获利能够持续的成长 或者至少能够获利维持在一个水准 那这些相关的公司跟个股 它才会带来一个投资价值 持续能够浮现的一个行情 那顺便说一下在右半边那个绿色的部分 2018年的股灾 跟川普先生有关 对啊 因为其实如果我们看一下 2017年的10月启动缩表 那如果你说 诶大哥 那个2018年10月有崩盘 对啊 诶 不好意思 这不是缩表带来的 那这个的话是因为真的台股重挫了 因为从万点跌到 11000点跌到了剩下9000多点的位置 那那一次其实是因为川普 他启动了中美贸易战 如果大家印象还深刻的话 那尤其我常常跟大家说一句话 就是说 确认的政策 或者说确定的政策 这个一点都不可怕 我们市场上面最讨厌的一件事情 是叫做不确定的因素 因为川普那个时候当总统的时候啊 他常常会砰 一声就突然给你一个政策 砰 的一声他刚刚说他做这件事情 所以其实我们经历过的一个 那个很很难操作的那段历史 因为他的特色就是不按牌里出牌 是啊 那可是如果这个时间点 我们回到现在包含了像是拜登的政策 或者包含了FED的就是新的主席也是鲍尔 那他的一个政策来说的话 他其实是有所谓的延续性的 所以这个时间点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个是 确定的政策 提早告诉你他要怎么做 那一步一步的把这些事情去做一个完整的调控 所以接下来的行情虽然再次重申 资金不在 可是接下来的行情你会看到 投资价值依然是做确立 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要把这个所谓的主体 把它定调成投资价值浮现的一些 精选个股分享给大家 那当然我们要来看一下 当2021年是到处都是钱的资金行情 那2022年会是什么样的行情呢 仁哥也替大家来做介绍 好 那我们看一下最经典的两档个股 因为其实最近涨很多的 台积电跟那一道光大力光 没错 那我们先看一下左边的台积电 因为如果就台积电的话 它去年的EPS大概法人预估是23块左右 那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 其实去年的那个历史的高点是697块 你换算一下本益比的话 大约是接近30倍左右 那如果以今年的获利预估 大概可以成长到28块左右 因为它今年有涨价 今年有先进制成 所以获利能够持续再去做成长 那可是如果就现在目前的位置来说的话 本益比竟然只有23倍 比去年那个30倍 比那个相对高点的本益比来说太便宜 所以其实台积电目前为止的话 我认为它依然是一个有投资价值的台积电 那只是如果资金放在台积电身上的话 你会比较没有那种资金的效率 因为台积电它的一个身为权王 它就会变成一个控盘的工具 身为护果神山 老大哥是平常不轻易不动如山的 动它的时候觉得指数就跳很快 可是不需要动它的时候 它就躺在那边 就不太动的感觉 你看那个台股拉到18500点 都是因为要感谢台积电 可是那时候就变成说台积电一挡 然后就把它拉上去 然后你会发现说 好像指数在涨 然后自己的手上的股票没有涨 这种感觉 可是我觉得很重要的是 台积电把指数拉上去了 然后让一些个股 让一些公司可以去跟着那个评价 去做往上攀升 那这是其实台积电在 拉台的过程之中 它带来的一个隐含的含义 好 那右手边的话是大力光 因为大力光 我们上次才讲过 我们帮大力光去做送暖 因为它去年真的很辛苦 那去年的话 因为Apple供应链的关系 或者因为它的毛利 甚至它的一个光学镜头 也被抢蛋的关系 所以它是去年的EPS 掉到了近年来的一个新低水准 到140块左右 可是我今年来说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一些 相关的法人预估 因为很明确的 大力光它要转型到车用了 它要切入到车用镜头上面去了 所以今年包含了像是 iPhone的镜头升级 包含了它转型车用的 新的这一块的营收获利进来 那很有机会让它的获利 可以从140块成长到147块 那附近位置 那我们如果再以 现在这个时间点的股价表现来说的话 它的本益比也不到20倍 只有17倍而已 好低喔 那根本不能跟其他的IC设计相比 是啊 太低了 没错啊 那所以这个时间点的大力光 也是投资价值浮现的大力光 所以今年我觉得很重要的是 有一些产业的龙头 它们的本益比都还相对的偏低 所以这些相关的产业龙头 或者这些相关的指标的公司 它们在一个所谓的 股价的扬升的过程之中的话 也都会带动这个所谓的 本益比的调升 所以今年再次重申 就是资金行情不在 然后转为是投资价值行情 好 另外下一档呢 我们要来看到的是亚信 激起过高2022年成长力道不足 这什么意思呢 好 那我们来发现一下 最近其实公布12月份的营收 那12月份营收的时候 其实你发现有一些个股 怎么会一公告营收 就突然崩盘 那亚信是其中一个例子 我举亚信的例子来说的话 是跟大家讲两个含义 第一个含义是因为 如果你有看到 像亚信这种IC设计的公司 它其实是去年 你看它去年涨到最高价 接近接近300块 可是呢你会发现说 其实它的去年的前三季的EPS 大概就只有4块多 所以如果全年抓起来 领多5块钱 制作到6块钱左右好了 其实它的本益比是相对贵的 50耶 是 可是如果当它12月份营收公布了 然后它竟然是 月减了20%的话 就有一个杂音会出来 会说去年会不会是最好 然后呢 2022年会不会是成长力道不足 所以这个时间点的话 会有一些所谓的波段的资金 因为如果相对低点 从100块涨上来到300块 这些相对资金 已经赚太多了 它随便卖随便赚 所以这个时间点的话 就难免会有所谓的 获利了解的卖压 当然你如果是追在短线上面 高点的人的话 你很有可能 因为所谓的追高的关系 让你在 就是在这个修正的过程中的话 人家还在赚钱获利了解 你已经先赔钱了 所以才要跟 特别跟大家说明说 你真的不要去做所谓的 太过度的追价的追高的动作 很重要 那其二的话呢 如果大家印象还深刻的话 你前一阵子会听到 所谓的什么投信的 什么作战行情之类的 可是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是投信确实是买了亚信 可是呢 投信并没有卖出亚信的时间点 你会发现说 亚信已经崩了 所以下面那一行是 投信的买卖超 但只有看到投信买 没有看到他卖 对 没错 那所以这要跟大家 特别提醒一件事情 是投信在计算所谓的 绩效的时候 跟我们的投资人的 计算绩效的方式 是不一样的 因为他们可以hold一个部位 然后那个部位的一个波动 也可以换算他的净值 那他的净值也是一样 他的绩效 可是我们投资人真的不一样 我们投资人是要把股票 把它卖掉之后 现金入贷 才是真正的获利了解 我才可以看到钱啊 我不要那边是浮浮沉沉的 我不要去做追高的动作 我不要因为 那个别人在获利了解 我反而是被砍在那个 相对的高点 所以这件事情 要跟大家做一个相关的提醒 就是如果真的有所谓的 基息过高的公司 跟个股的时候 还是要适度的去做 所谓的获利了解的动作 好 那你会不会 跟我有样疑惑呢 我要去哪里看到 法人在预估这一些个股 今年2022年的EPS 现在才1月耶 我要怎么样去看到 2022年的全联营收呢 那大人哥就是这么贴心 今天呢 他送给股市二炒电 还有我们的朋友们呢 独家的礼物 要来告诉大家 这是2022年上市柜公司法人的 获利预估表 好 那因为这份报表的话 其实我们就直接分享给大家了 因为其实这份报表的话 它包含了去年的 法人对一家公司的获利预估 还有的话就是今年2022年的 法人对一家公司的获利预估 那这上面的话 大约有600家左右的公司 那这是用Excel的方式去做呈现的 所以如果你拿到这份报表的话 你可以在你的每一个栏位 去做相关的筛选 甚至去做一个相关的计算 甚至是说你可以用什么 EPS排序也好 本益比排序也好 甚至呢 我们有几家法人 对他去做获利预估 我们都有帮他去做 那个劣势出来 所以你就会知道说 是你整理的 你自己整理的 是的 没错 哇 真的很花功夫耶 是的 那我们就把这个 来分享给大家 所以我们会从里面 挑出五党的精选股 来当做是今天的节目的重点 OK 好 大家呢可以在网路上面 搜寻陈坤仁分析师 加入大人哥的Liant跟Telegram 之后呢 就可以得到这一份 完全免费 而且独家的资讯呢 希望帮助大家快速掌握 2022年各家股票呢 它的EPS大约的预估 接下来呢 我们要来看到的是 仁哥也帮大家整理了 投资价值浮现的 精选的五党的成长股 有请仁哥 好 那我们来跟大家 分享一下这五党的个股 分别是2327的国具 然后2379的瑞玉 2449的金元电子 然后2454的联巴科 和8081的智新 那这个选股的条件的话 我们就帮大家做完整的说明 就是它必须要是 产业趋势成长的 然后而且必须要是 2022年的法 反而预估获利比 2021年更加成长的 更赚钱 是的 然后第三个的话是 本益比要是相对合理的 被低估了 没错 然后再来的话 它要是产业指标的公司 意思是如果不够大 我们还不一定会列进来 没错 所以这些相关的公司的话 他们其实经营都是非常稳健的 然后获利的话 也都是非常成长的 所以这五党个股 我们一党一党来带给大家 好 首先呢我们先来看到 本益比只有9.7的国具 真的太低了 很悲情 因为其实国具来说的话 它除了之前去做并购基美 就是国际大厂之外呢 因为它其实去年也并购了 齐力鑫 那原本齐力鑫 就是它的集团转投资的公司 然后它透过了并购的策略 所以它可以变成是 一站式的服务的供应商 而且它可以 那个等于说 你要任何的那个 所谓的被动元件 你跟国具拿一定都有 任何的料件 它都可以帮你提供 甚至或是说 它的高阶的特殊的 产品的比重 那这个时间点 都有明显去做提升 是 因为基美对于高阶的 一些相关的公司 相关的特殊品 跟相关的一些 被动元件来说的话 都是有一种 比较好的技术的部分 那如果我们再看一下国具 现在这个时间点的本益比 真的不到10倍 那如果 太低了 真的太低了 说到电子股这样有点 真的很委屈啊 真的很委屈 太委屈 我差点要想丢脸 你接得好 太委屈 那如果以 那个所谓的 国际大厂来说的话 春田制作所 目前来说的话 有20倍的本益比 那三星电机的话 目前有17倍本益比 所以如果对照于 那个17倍20倍来说的话 国具这个时间点 真的是投资价值浮现的 一个状态 所以这时间点的国具的话 是 我觉得很便宜的国具 OK 好 下一条我们要来看到的是 IC设计大厂的瑞翼 好 那2379的瑞翼的话 因为它包含了像是 5G Wi-Fi 6 这些相关的新的产品 然后这些的话 其实我很老实说 去年的5G Wi-Fi 6 因为缺 所谓的缺晶片的关系 甚至是产能受限的关系 所以其实去年的这个 升级的过程啊 不太顺畅 可是呢如果就所谓的 瑞翼它现在目前的位置 来说的话 它依然是属于一个趋势成长 产业成长 甚至是公式的 获利都有成长的过程 而且它现在目前在做的一件事情 是因为它知道它会成长 它的订单已经满了 所以它赶快去跟台积电 跟联电去签长约啊 就算是再贵的 那个再贵的料 再贵的晶片 它也要拿 因为它可以拿得到 才可以出得出去 所以这个动能会延续到今年 所以如果以整个瑞翼来说的话 这个时间点的瑞翼 它依然还是属于一个成长的瑞翼 而且它的本益比才只有15.5 真的只有15倍而已 好下一档 我们来看看是晶元电了 好那我这边特别说明一下 为什么我挑了晶元电 而非是选择 产业龙头是日月光 对 那因为其实晶元电也好 日月光也好 其实他们的本益比 也通通都不到10倍 那就封测的角度来说的话 其实封测它是受惠到晶元代工的下游 是 所以其实就晶元电来说的话 跟日月光来说的话 我都看好 那为什么今天挑出晶元电的 主要的原因 是因为它有两大的公司 是它的那个受惠 主要它来自于他们的受惠的厂商 所以包含像联发科 也下单给晶元电子 然后呢 国际有一家IDM的大厂 它也释出了那个晶片的测试订单 也给了晶元电子 甚至或是说 我们常跟大家说过 今年要能够有新的产能 就是有去做扩产 跟扩厂的这些相关的公司 会是我主要的选股的方向 所以如果以整个 那个所谓的 营收的动能的角度来说 或者所谓的扩厂的角度来说的话 我选择晶元电子的部分 那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它真的是 包含5G AI 你可以想得到的 CIS FPGA 这些相关的晶片 它的出货动能真的非常强劲 所以这个时间点的话 也是一样不到十倍本一笔的晶元电子 OK好 这晶元电的部分 下一档呢 我们要来看到的是联发科 委屈的发哥 是的 那联发科 我也要特别帮他送暖一下 因为我常常就说 那个联发科 他真的是很委屈的晶片的股王 那因为包含了它的 完整的晶片的组合方案 所以包含像是5G的旗舰的新的晶片 天玑9000才刚出来而已 那天玑9000是足以跟高通的最新的晶片 去做一个相抗衡的 那它有一些相关的中阶跟 中阶的相关的晶片 所以它有一系列的完整的5G的晶片 所以搭载着联发科的 相关的手机的效能 都是很OK的 这是其一 那其二的话呢 因为其实联发科 它不只是5G晶片而已 它其实这个时间点 它也看到的 所有的多角性的发展 那联发科它有一些 非智慧型手机的业务 像是电源管理器 甚至像是物联网 甚至像是网通的晶片 所以带动它的一个多角化的发展 让它的营收的一个年增率 可以稳定的成长到四成左右的位置 所以联发科它不再只是 所谓的5G的晶片而已了 它已经变成是一个多角化的 多广度的联发科 所以它今年的获利的话 有机会提升到70块EPS 这时间点的话也是一样 不到20倍的太便宜的地方 好下一档呢 我们要来看到最后一档是智芯 好那8081的智芯 其实我们之前在 所谓的低本益比 然后高成长的那个时间点 有分享给大家过 那因为其实智芯 它是电源管理IC 然后如果大家 有看到现在目前的电源管理IC 的需求来说的话 你就会知道 真的是工序非常非常吃紧 对 那如果以所谓的智芯的角度来说的话 我们会发现一件事情 是在它去年 它的获利跟它的营收 真的卡在所谓的晶圆的产能吃紧 那如果以所谓的去年来说的话 它真的是营收 没有完全的爆发出来 可是 从去年的角度来说的时候 它也可以做一件事情 叫做说 它可以选择比较好的产品 选择高毛利的产品 然后可以来提升它的获利的表现 所以它是精准的去调控它的一些 产品的策略的部分 所以它即使是真的是 那个晶圆厂对它去做涨价 可是它也可以去把它的价格 去转嫁给它的下游 它的客户去 所以这是智芯去年所在的位置 那今年来说的话 那个电源管理IC 依然供需非常吃紧 那今年来说的话 我们可以了解到 它其实有从晶圆代工那边 拿到额外的产能了 所以其实就今年的获利 跟营收的成长角度来说的话 依然可以维持在高档 那目前来说的话 其实智芯也是一个 十倍本一比的智芯 所以这些相关的公司 跟个股来说的话 都是一个高成长 但是具有所谓的低本一比 都是投资价值非常非常棒的公司 跟个股 好的 这些高成长低本一比 投资价值浮现的个股 分享给大家 希望大家可以赶快 跟着大人哥一起来逢低不值了 也非常欢迎大家 如果喜欢大人哥 今天所带来的内容的话 可以加入营幕上面 大人哥的Liant跟Teragram 跟人哥有更多的互动 刚刚我们讲到那一份市场上 大人哥独家整理的 一色表格 上面有非常清楚的 目前个股的本一比 还有法人对他的评估 2022年的EPS等等 这是市场上面 独家大人哥精心整理的资料内容 完全免费的送给大家 怎么索取呢 只要赶快加入营幕上面 大人哥的Liant跟Teragram 就可以来索取了 记得加入之后 要主动送个贴图给大人哥 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 也非常的感谢人哥 谢谢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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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